大家好,今天很榮幸邀请到感染及传染病专科 Dr. Wong又和我们聊聊天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未来的12月1日是一个世界的外资病人 今天我们特意很荣幸邀请到 专业人士和我们分享一些 多一些外资病的新的资讯 或者治疗的情况 我刚才和Dr. Wong聊完才知道 原来在全香港 20年左右 第一个外资病的案件 原来就是由我身边和Dr. Wong去处理 Dr. Wong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因为刚才也有聊天 就知道原来外资病也不是 我们以前所理解 都很绝症、很害怕 都没得医 但刚才聊天就知道 原来也不是 Dr. Wong可不可以说一下 其实 你看到外资病 现在差不多发现了40年左右 其实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流行 在全球来说 我们现在说新冠肺炎大流行 其实 爱之病是一个更加大的大流行 已经上了40年了 他一直看到 那个病 其实主要是一个 HIV的病毒 感染了一个人之后 他就会潜伏在身体 不是即时影响人的 就会随着时间 它会破坏了一个身体的白血细胞 T细胞 T细胞 一直降低的时候 那人的免疫就会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去到某一个程度 可能是说几年之后 有些人早些 有些人迟些 免疫力差到一个阶段 就会出现一些病症 譬如一些感染 在平常人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得到的感染 或者是不会得到的感染 因为你的免疫力差就会得到 甚至是一些其他的癌症 因为癌症 它都跟免疫力有关的 一个人免疫力差 都会有大些机会有癌症 那时候就叫做爱之病 如果是之前 前期没有一些病症之前 其实都是一个HIV的病毒 的大病毒者 就是我们要分开两样东西 你看回刚才你说的治疗 其实初头一直都是不自知症 直到刚才说很多病症 一些细菌 病毒感染的时候 已经是很严重 甚至是死亡 是的 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 停留在那个时间 那些病毒感染了 现在也有的 甚至有些病人很迟才来到医院 可能我见到病人有十个感染 十个感染 是的 十样感染 但是 随着1990年代 年代中那时 何大一教授 美国就是说 美国就是说 说鸡尾酒疗程 就是说 热热热热热烈 就是说 将两只或三只的药 同一时间给病人 可以压抑病毒 我记得 刚才你说的 90年代尾开始 有一些基尼治疗疗症 那时都要三种药分开 我记得我开的病人 有三种药 每一种都要几粒 所以每日有十多粒 有十个药盒 有十多粒 还有副作用得很厉害 不过那时都很好 有药 那些病人都可以 有时候都可以 减少了很多病发症 及后那些T细胞 白血球会升回 免疫力会好回 过去二十多年 是其实发展得很快的 HIV的药物里面 其实现在已经是 很多这样的药 譬如三种 可以合成为一粒药 那便方便一点 是的 每日只吃一粒药 那些病人 还有那些药 通常那些副作用 都少了很多 我看到那些病人 吃得很厉害 现在很少会这样 有些病人 当时又会神石 真的出了神石 现在又是没有了那种药 即是轻微一点 很多副作用就能 对病人的损害性也低了 是的 所以其实它 都重要的是 就是说我们通常 开药给它 就要叫它要医虫吃 一定要每日都要吃 不要说吃一下不吃一下 因为如果吃一下不吃一下 有机会出了一些 叫做抗药性 抗药性出了之后 那类别的药 可能都用不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 那些病人 是要准备好 生理上 生理上 就要做 那现在这样的 就是药是好 那么多 那些病人 其实那个接受性 都好很多 那另外一件事 想提到 就是 现在 就是有一个 国际来说 提倡一件事 就是说 当病人 吃这些药的时候 它的病毒 就是 按到很低 是偵察不到的时候 其实它本身 是不会传播给其他人的 可以这样的 可以这样的 就是低到没有 那个偵察不到 又有病症 这个病毒 就是偵察不到 在身体 就是跟普通人 没有什么大分别 是的 所以 这件事 也是预防 HIV 传播给其他人的 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我们就 最初 病人如果是 抽血厌 是HIV 阳性 就会开药给它 这件事 都可以按到病毒 减少 传播给其他人的 机会 很厉害 其实整个 和普通人 没有分别 其实这个是很大的 最普通人 都是今天 和多产方聊天才知道 有些原来这样的东西 是吧 刚才听到多产方说 其实那些药 是否要一直 吃 长期 暂时来说 都是 所有的HIV 药物 都是要一直 吃的 跟其他 一些病毒 不同 譬如现在 丙型肝炎 出了一些很好的药 可能吃三个月 吃完 病毒消失了 就不用再吃 就已经根治了 但是 HIV 那些暂时 都是要天天吃 那天天吃 就按住病毒 因为如果你不吃 过了可能 一两个星期 那病毒就要吃 已经回来了 我们看到 真的有一个 病人是会这样的 不过 现在 陆续 都有些新发明 有些药可能 是打针的 可能是 可以 功效可以持续 可能一至两个月 那些病人 可以用打针的方法 来 腿代口服药 就不用天天吃 但是 也未正式 推出市面 但是 如果真的推出市面 可能有一类的病人 可能会 又帮到他们 减少他们 忘记得吃药 OK 刚才也知道 原来 我们固有旧的知识 就是 会否透过性接触去传染 原来 都好像说 不一定 就是男女的性别 感染的机会 都高 就先听 特朗普说 可能男男也有机会 是不是 传统来说 大家都 跟这些东西 就是 先联想了 HIV 其实 如果你说 HIV的传播途径 就是看它 身体的血液 和体液 是有的 所以如果传统来说 以前就是说 針筒 共用針筒 都会传播 但是 现在已经很少了 在香港来说 其他国家还有 以前来说 还没有 侦察到HIV 这个病毒之前 就有些人输血 或者是用一些血制品 或者是血有病的人 他输了一些血 是有HIV病毒 现在不会再有 因为所有的捐血 都会全部检测 全部检测 就不会有这个情况 遗下就是性接触 其实是大部分 香港现在传播的途径 而看到 香港来说 那个 艾滋病的情报 就是自愿的 不是法定需要情报 所以看回 手头上有的资料 大概有八成 是经过蓝蓝性接触的 他可以是同性戀 或者是 伤性戀人士 或者一些跨性别人士 但是不等于 是 异性戀人士是没有风险 那我也不少的病人 只是有异性戀行为 也会有风险的 异性戀那里 其实一样有个风险 只是 就是 看回 你 对方的性伴侣 是不是 大 HIV病毒 以及 HIV病毒的量 有多少 当然 某些性行为 是大些风险的 譬如 在说肛交 因为肛交通常 可以破损到肛门后面的一些黏膜 而如果精液是有HIV病毒 那精液是直接可以 入到黏膜的損口 入了身体的 所以 如果没有大鼻人套的肛交 是最高位的 当然 就是 戴了病人套 就是会减低了 这个机会 那 另外 就算是 传统的 陰道的 就是 男女的性交 其实 都是有机会的 那 有什么 另外的风险因素 你会增加一个传播 就是 如果有一些 有损口的 绘扬的性病 是的 那 譬如 如果是有 梅毒 或者是 抛诊 甚至是 其他发炎 我从生日医院看 都会发炎 譬如 子宫颈 或者是 肛门 那 那 这些损口 是大些机会会入侵的 因为它不是 完整的一个黏膜 那 所以 在外肢病的预防里面 我们都注重了 性病的预防 才可以是 减低了 外肢病的传播 重要的因素 就是 对方 那个病毒量有多少 如果他 是 不知情 他还是 不知道自己是HIV的 他的病毒 可能已经很高 如果你 是 和他有接触 那机会是 是大很多很多的 那 现在他们 真的不知道自己的大病菌 那他们有什么 培计 或者是什么方案 可以 去知道 或者 看到 就是看医生 通常都是 是否意思 去做化验 验血 其实最简单 其实验血 当然 最好是 找医生 正式去化验室 验血 最准确的 但是 现在坊间 多了很多 一些自我测试 的方法 可以自我测试 是的 有些可能 用口水 或者自己 手指 去测试 当然 这些测试 我都会 告诉 测试者 听 其实 他的敏感度 可能是没有实验室抽血 那么好的 所以 如果你自己 是觉得 是一个 高危 一族 或者是经过 高危的接触之后 就算 验到这些是没有的 可能都要再验 还有第二件事 就要知道 有空窗期 空窗期 你 譬如 你今天接触了 你明天去验 不会那么快 出到你的 就是那个抗体 起码要四至六个星期之后 才出到抗体 所以 我们如果 譬如 你一刻你没事 你都要再回来再验 可能一至两个月再回来再验 最好就是 三个月再验一次 如果你有一次 就是 真的比较 有很多时候 之下 是不情愿的性接触 或者是有时候 被人强奸 或者那些人事 可能我们要三个月 六个月都要再验 所以 他 确实了 他真的没有受到感染 因为有一个空窗期的问题 那好 今天很开心 和Dr. Wong 他谈了 又知道很多新的东西 关于一个 艾滋病的病毒 亦都原来知道 第一 原来艾滋病不是以前 我们所理解的那些恐怖 以及一定是死人的一些很严重的病症 原来有药医的 第一件事 第二 原来也可以就是 原来药医的能力去到 帮到病患者 和基本上普通人都没有分别 只不过是一个长期少少的 要继续吃药 所以 减少了 不要太歧视 很多人 其实他们也不想 有了一些新的医疗 系统的药 其实帮到我们很大忙 好了 今天暂时到此 多谢Dr. Wong 你的时间 谢谢 下次有机会再谈 谢谢 拜拜